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待浪子的慈父 我们不断思考对福音的认识 以及对自己的认识 我们在上一讲当中 讲到这个大儿子 他生气愤怒的情绪 我们看到他愤愤不平的心理 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我们身边当中 或许我们自己 我们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吗 或许我们身边的人 他明明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良善的人 可是却非常容易生气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今天透过耶稣基督的故事 再更多的思考 我们先把这故事先读过一遍 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之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大招饥荒 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充饥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离海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事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 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离家不远 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 无灾无病地回来 把肥牛肚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三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仓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 你这个兄弟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看见大儿子的心态 我们看见一个拥有 大儿子心态的人 经常会有两种 很容易生气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自己非常努力尽了本分 却得不着所要的 结果就很容易对上帝生气 觉得上帝对他不公 另外一种情况是 自己的能力不够 得不着所要的 觉得自己非常差劲 结果对自己就很生气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 不如意的情况 并非每一次 我们都能够得着所要的 像大儿子这样的人 经常就会在 弃上帝 弃自己之间 来回摆当 弃上帝是因为 骄傲的心理 认为上帝对他不公 因为他已经尽了本分 已经善尽他自己 一个为人的责任 可是却没有得着上帝 对他的赐福 他觉得上帝亏待了他 他弃上帝 可是另一方面 他也很容易弃自己 由于恐惧害怕 自己能力不够 不能够得着所要的 于是就会常常弃自己 觉得自己非常差劲 我们看见一个人 他内心里头 藏着恐惧或骄傲 这样的人 即使他谨守道德 他的行善的动机 也是被扭曲的 当一个人 行善的动机被扭曲 他谨守道德 他表现良善 可是这些道德跟良善 却失去了他 原本应该有的这个价值 因为他 并不是出于对 道德跟良善的喜爱 他行善 他谨守道德 乃是出于他 骄傲的心理 或是恐惧的心理 也是因为出于利益的计算 举个例子来说 在企业管理课程当中 或许经常会讨论这样的题目 就是企业为什么要讲究道德 简单来说 就是企业 应不应该 诚实呢 在讨论当中 我们可以 归纳他们的理由 企业必须要 谨守道德 第一个理由就是 如果不谨守道德 如果不讲究诚信 当他们不诚实的 这个事实被揭发的时候 就会打击企业的形象 让客户对他们 失去的信心 使他们产品卖不出去 他们就会遭遇 很大的利益的损失 基于这种恐惧的心理 所以企业必须要 谨守道德 必须要讲究诚信 也可以有另一方的理由 就是企业应 应该要讲究诚信 必须要诚实 因为讲究诚实诚信 可以激发 员工的士气 可以提升 这个企业的形象 让企业可以 傲视同行 这是一种骄傲的心理 总结来说 我们看见 企业应该要 讲究诚信 因为诚信 就是上策 因为说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可是 如果是出于恐惧 跟骄傲的 诚信的行为 请问 他能够坚持多久呢 能够帮助企业 有足够的能力 坚持到底 坚持他的诚信的 这一个原则吗 如果一时不讲究诚信 能够得着巨大的利益 而且不会被揭发 请问 还要继续讲诚信吗 如果坚持讲诚信 坚持诚实 会让个人 以及企业 面对巨大的利益的损失 请问 还要讲究诚信吗 这样看来 牺牲诚信 以保护自身的利益 好像很容易就变成 是优先的 被骄傲驱使的善行 其实很明显 会强化人的自我中心 你有注意到这一点吗 当一个人在 行善的时候 他的善行 并不是出于 他对良善的喜爱 而是出于骄傲的心 其实内心里头 却是巩固了 他的自我中心 同样的 被恐惧驱使的善行 因着恐惧 而必须行出来的善 其实也是强化人的 自我中心 深藏在道德跟善行之下的 往往是 不愿意被人察觉出来的 自我中心 这就难怪 当人的自我中心 被抵触的时候 一向良善 道德的人 就会感到 非常的生气 这就是我们所看见 一个行善的人 一个谨守道德的人 当他的利益 被抵触的时候 当他的自我中心 被抵触的时候 他会感到 非常的愤怒 这就是我们所看见 人性的事实 就会帮助我们 避开这样的陷阱 让我们真的是 因为喜爱良善 因为敬畏上帝 因为知道神要我们 过一个合乎他心意的生活 我们谨守道德 我们以良善行为 来帮助他人 以荣耀上帝 而并不是出于 骄傲的心理 或者是恐惧的心理 求求帮助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当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 所讲的故事 更多地挖掘 我们人性里面的事实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向您承认 有时我们谨守道德 我们讲究良善 其实是出于我们里头 骄傲的心 或是恐惧的心 也是经过利益的计算 并不是因为我们 对你的敬畏 也并不是因为 我们对人的爱 乃是因为我们要得着 我们所要的利益 结果我们的善行 在你面前 不蒙你的喜悦 我们里头 这污秽的败坏的 所隐藏的恶 大大的得罪你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我们里头所行的善 其实是显示出 我们里头的骄傲 跟恐惧 并不是因为我们处于 对你的喜爱 对你的敬畏 对你的顺服 求主饶恕我们 我们要为主 我们的善行 为主我们 不是因为敬畏你 而行的善 是出于恐惧 跟骄傲的善 我们向你 来认罪悔改 求你赦免我们 再次吸引我们 借着圣灵 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 像耶稣基督一样 是为敬畏上帝 而行的善 讨主的喜悦 求主恩待 求主借着你的话 继续地教导我们 兼顾我们 好叫我们能够 能够活出 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们这样交托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aan价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